已經把它抓取下來的話 其實你直接可以拿之前的程式來修改應該都沒問題啦 只是說把前面的程式這個Table把它改成UL OK 然後呢 把TR改成什麼改成LI OK 所以這裡第幾個這個位置可能要自己再重新算一下 那另外的話TD就改成什麼改成DIV 其他的規則應該沒什麼太大變化 那我把它執行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他得到的結果就會長這樣子 執行OK清除掉之後 然後 等個5秒鐘之後把他裡面的資料取下來那你會發現他取下來的資料的話 等一下他好像 Yahoo股市喔你如果看到國際指數的話表示他跑的 可能連線速度 這個 這個 抓取的資料好像有 就是說呢 有Delay到啦 因為他連線是不是大家都去連 所以 會變成會 稍微要 要再慢一點時間 因為如果 5秒鐘有的時候他 網頁可能還沒載進來 OK喔我們來再 OK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還在撥 我 抓到別的 抓到別的 如果假設你5秒鐘 因為可能我怕是我們太多人去抓取 所以造成他給的流量會比較慢一些些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他稍微延後一些些 那你會發現這邊全部抓下來的資料 有沒有抓 有抓下來 但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他的DIV裡面放的資料 有很多其實是我們不需要的 你會發現第幾個DIV不需要 其實我們要的資料 剛好是在第幾個呢 剛好這個是0開始 1、2、3、4 其實從第五個開始才要 有沒有 那也就0、1、2、3、4 這些是不需要的 OK 不然的話你會把你抓下來 這前面東西不需要 然後的話呢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程式改寫一下 這前面不要 所以如果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 就是 因為我假設直接拿上面這個程式來 來改的話 這一段 有沒有 取出那個TD的部分 如果你直接貼上的話 那我們之前是0到 19對不對 所以這個19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全部的話 就是Trs.lex 它裡面所有的 所有的長度 它的叫lex L-A-N-G-T-H lex-1 這邊可能可以自己把它改一下 另外的話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全取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我如果要避開什麼 避開 前面的四個好了 前面四個怎麼避開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外回圈部分不改 主要改這個地方 追的部分 追的話指的是第幾欄 我們從 第0欄 我剛講是0 1 2 3 4 如果不要的話 從5開始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動一點手腳 從哪邊呢 追等於的話 其實可以從5開始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抓的話呢 我01234不要 我從5開始 5的話剛好抓到這個台尼 名稱 有沒有 然後剛好代號 後面的都要 OK 所以喔 如果避開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會抓到 5 6 有沒有這個是5 從5開始 6 7 8 90 一直往後 一直到哪一個呢 總長度減1 OK 就是以後到後面 最後面那個就對了 然後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呢 幫我分別取出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要放的位置上面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追的話呢 如果追加1的話 那藍 我們這個 這個Sales指的是 Excel裡面的這個儲存格位置喔 所以如果假如說你這邊是追加1的話 那你變成5加1 5加1的話變6 6 所以變成會發 D6就是F啦 有沒有 所以變成說 假如說你如果 程式這樣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下來的資料會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他會下來但是前面這邊應該是不會 不會下載 他只會下載什麼 後面這個區塊的 OK 因為這邊時間設10秒鐘 讓他等比較久 比較不會卡那麼 他就下載 但問題喔 這個追的話是 5加1等於第6 所以從第6欄開始 那所以你會發現下載的資料的話 應該理論上會 會放在後面 所以有個解套的辦法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這個地方 把它稍微改一下 5加1的話 可以把這個程式 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就是 這個路徑 這個第幾欄的話 可以把 這個5的話 因為我要把它改變成 放在 第1欄的話 那我可以 他現在 5開始嘛 所以我可以把它 把它變成1的話 可以把它減4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 5 減4的話 那就1 意思是說從第1欄開始 如果下一個第6的話 6減4 當然2 這意思類推 可以把它分別 直接往後面放 理論上執行應該就可以 資料 通通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幫我把它取下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但是呢 你取下來資料 還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會多一個空白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剛好有一個地方 是有空白的 就是在第 第7 貼過來之後 忘了把這個改一下 之前從上面 抓過來是TD 所以一直沒抓 難怪東也沒下來 OK 那這邊把它改一下 改成 DIV OK 把它亂一下 也就是說 抓這個網頁裡面的 UL Table改UL TR改成Li 那這邊的話 TD改成DIV 然後分別再把資料抓取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需要的資料 逐一的 抓取到 我們要的 這個 表格裡面了 但是 你會發現 抓起來前面的資料 已經不見了 因為我們從5開始 那最減 掉4 那問題 最後還有一點點 不完美 就是說 最後這個地方 會多一個什麼 這一欄是多的 所以其實最後 你可以把這一欄 給砍掉 沒關係 有沒有 這一欄如果把它砍掉的話 那你可以叫 這一欄 你可以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那個欄 要把它Delete掉 那個叫Column 是 欄 要刪除的話呢 那你可以 把第三欄 要不然就 C欄 點Delete也可以 OK 加這一行 就是 下載完之後的資料 把那個 C欄給砍掉 這樣應該就OK了 這個主意 最後這個 Column Delete掉 AutoFits 把那個 IE給 關閉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只是說呢 如果 上面 其實還需要一個東西啦 上面如果說 你希望呢 上面還有那個 名稱的話 其實還有一招啦 就是說呢 你可以最後再補一下 我是後面再補一下 或者說你 剛開始先 把那個 欄位名稱 加上去也沒關係 OK 那不加也沒關係 那我 加的方法就是 我直接在 這個上方 可以在這個程式底下 乾脆底下加好了 當它下載完之後 我就手動自己用 程式的方式加 那我可以 可以在這個地方 底下再加上就是 Raw 點Insert 就是Raw 第幾列呢 第一列 先把它插入一列 Insert就是 在上面插入一列 像剛剛的動作 然後再把裡面的那個 名稱給加上去 那名稱的話呢 第一個 A1 我叫做 股票名稱 B2的話 B2就這個 叫做代號 OK 第一次類推 估 然後分別 分別把它加上 所以 這個底下的是我們手動再把名稱加上去 當然理論上 程式應該是要寫成這樣 就是 A1叫什麼 B1叫什麼 C1叫什麼 只是說呢 因為這個 太長了 所以我習慣就是 在 儲存個後面加個冒號 你就可以把 後面的資料 把它放到 它的 同一行 的後面 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 程式不用那麼 不用寫那麼長 然後 加個冒號的意思 就是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那意思是說 當我怎麼樣 資料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那再分別把藍位名稱加上去 不過是手動的 我就不 不去網路上抓 因為 我覺得反正這個 這個不管是你手動 就自己加上去 其實OK啦 因為名稱應該是 這個藍位名稱應該是不會變動的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我們最後在 把這個過程 再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 時間大概5秒就OK了 所以分別的話 第一步 就是把它 這個加一個 Rose 少一個S OK 所以我們就是 清除資料之後 連到那個Yahoo!股市 然後等個5秒鐘之後 先去抓它的 UL第6個 然後再抓裡面LI 並且把它裡面所有的資料 這個DIV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幫我抓下來 然後就像這樣子 那 但是最後的話 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C欄 是多餘的 這一欄 所以我就寫一個叫 column c欄.delete 就是把這一欄給幫我刪掉 OK 所以刪掉 然後呢 自動調到欄寬 然後把IE物件關閉了 那如果我還要欄位名稱的話 那我這邊想一個方法 叫做 插路一列 在哪一個地方插路一列 在第一列的地方 1的話指的是第一列 幫我insert 有沒有發現 這個的話 指的就是說呢 我要在 第一列的地方 插路一列 OK 然後上面的名稱自己補上 所以 A1 B1 C1 D1 分別的話 把它填上 資料 填上欄位名稱 OK 不過應該改一下 應該把AUTOFIT 應該是放在 最後面應該比較恰難 因為 插路好像這個寬度又會跑掉 所以乾脆把這個column 放這邊好了 OK AUTOFIT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那如果呢 你現在 這個 水泥類股可以抓得下來的話 那理論上其他類股也可以抓下來 其他類股的話 如果你要當日行情嘛 然後 這邊的話有 食品嘛 有沒有 不過好像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變化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網址有沒有 他其實好像都一樣喔 只有怎麼樣 這個變1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什麼 如果你是 這個是1 這個應該是2吧 這個應該是3吧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有沒有這個是1 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 SELECT ID SELECT ID 然後 SELECT ID等於2 這SELECT ID等於3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全部的類股抓下來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是 跑個回圈 先第一次抓 等於1 等於2 等於3 等於3 分別把資料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 這個 雅虎股市的所有資料 通通放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就跑回圈就好了嘛 那總共跑幾個 總共跑到這邊吧 什麼 這什麼 四 熊 這什麼東西啊 熊鎮 好 不管了 好 反正好這個 那到多少 到52 不過我建議先 如果在這邊練習的話 先不要跑太多個 跑個兩個就好了吧 三個就好了 不然的話 我怕我跑一跑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就連不上雅虎股市了 因為它 其實他們主機上面會有偵測說 你是不是爬蟲啦 如果你是爬蟲 它其實會過濾掉 因為人工不可能那麼快啦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 等待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等久一點嘛 你大概等個1分鐘的沒關係 反正你就讓它電腦放著 這個部分你可能自己要再找一個規則 不要讓它一直跑 跑太快 那會 會封鎖掉 因為之前上課就遇到通告問題啦 大家一直連一直連 然後連到最後沒多久 雅虎股市那個地方就連不上了 OK 那這個可能要小心 試試看好了 OK 那我待會一樣會把這個程式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一個版本 我覺得這個版本應該是比較簡單 因為之前的話 我之前在放在那個 我 上面的這個版本是判斷是不是第7欄 如果是第7欄的話就跳過 但我發現這樣寫好像 也是OK 可是這邊要多一個K 我覺得好像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呢 也許我把這個版本 把它更改一下 改成我剛剛寫這個版本 一樣我把它 放在那個 雲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給各位參考 你們應該 很快應該可以更新吧 然後 拿這個 試試看吧 那主要變更的部分 其實就拿剛剛的程式 主要是改什麼 改標籤名稱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有沒有 你做一下那個動作 然後 就錄製一下聚集 程式也會出現 只是說 當然如果可以記起來是最好 如果記不起來沒關係 你就用錄製聚集 然後把 錄製好的那一段程式 插入到你要的那個功能的那個程式下方 一樣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結果出現 OK 試試看